第一點就是為什麼我生蟲不瘦 我想說我自己的經歷給你聽 就是我在2017年4月尾左右開始生蟲 那時候的節目如果你有印象 你聽了久了你就會知道 如是我聞其實就是佛經頭的四個字 就是講一些不是那麼物理世界的東西 不是一定是講宗教 但是是講一些平時主流電台聽不到的東西 如是我聞其實是雙重含意的 第一個就是佛經 如是我聞 引用佛經 第二個版本就是我是這樣聽回來的 我是這樣聽回來的 所以就引用這兩樣東西的 後來那一次為什麼我會出來講生蟲呢 就是因為我這麼巧在看這本書 那我就想不到說什麼 那我就拿了一本書出來 那本書我今晚自己在看 我現在實踐著這樣 那我就把我看完之後就講了出來 那是無心插漏的 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之間 大家很好反應啊 想聽 那我就繼續講下去 就是這樣而已 那你問到我什麼時候開始瘦呢 其實我去到什麼時候留意到自己突然之間瘦了很多呢 是12月 我去到12月呢 因為有些同學 生同的同學來找我 就上了出來這樣 然後他就拍照 我自己不是一個喜歡拍照的人 那我就拍照 拍照之後就post出來的時候 是那些人的留言 哇 女王你收了這麼多這樣 臉都尖了這樣 然後那些人就說 哇 你收得好像一張紙一樣了 現在這樣 你收得像啤牌的一個肩膀的橫呢 是在那時候才留意到這件事情 其實你問我 我有4月底 5月底 6月底 7月底 8月底 9月底 10月底 11月底 12月底 對我來說可能是用了8個月時間 才突然之間瘦了很多 瘦了可能十幾二十磅 那你問我之前為什麼不瘦 那一堆原因啊 可能我還在喝這個芝士奶蓋的烏龍茶 明明叫它走糖 但是其實奶蓋裡面有糖的嘛 有這些原因啊 是吧 那可能自己忽不忽忍不住 說很想吃個啤酒 堆了個啤酒 當然有這些原因的 OK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我隔天都是這樣 我又不是的 其實 就是可能我兩個星期一鎊 有時候會放鬆一些 那我最近 由去年6月開始 不開心的嘛 不開心的 我都說我看著 中大 就是我們叫布大 被人打的時候 我就拿著焗豬扒飯 一邊吃一邊哭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 其實這件事叫做stress eating 就是壓力飲食 就是你因為壓力而控制不了自己的食物 為什麼會這樣 是不是一個藉口 你可以說是 但是這件事是否會apply到其他大部分人都是 你會發覺 就是OL在公司悶了 OK 悶 被老闆插完 丟完之後呢 就不斷吃零食 你不發覺OL的櫃桶呢 通常都不是文件的 通常都是零食多的 甚至桌面都擺出來的 零食賣得最多的就是賣給我OL 其實你問我 我現在上班 我忙到九彩 不斷地要跟客人說話 我會不會吃零食 我不會的 OK 而我去年6月之前 我都很穩定的 我都可以很認真 很乖的心痛 好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有stress eating stress eating 其實就是 所有做爸爸媽媽的請你給我認真聽著這件事 我問你 你會不會 很想吃這個金星上面的煎餅 或者火星上面有一件事叫做 BB-Doo-Doo-K 你不會的 知道為什麼不會的 因為你的系統裡面沒有這件事 你沒有吃過 你明白嗎 你沒有吃過 你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樣子 你都不會有感受 不會的 正如印度人舉例 他從來沒有離開過他鄉下的話 他不會突然想吃四川酸辣粉 OK 你問一些 可能1950年 幾年 六幾年出生的香港人 他20歲之前 他會不會想吃四川酸辣粉 不會的 因為根本不在他的系統裡面 好了 但是在座現在在聽節目 或者將來在YouTube看到節目的大家 我想問你們 你們小時候 你乖 媽媽獎你吃什麼 大家回答我 你乖 考試高分 你聽說媽媽獎你吃什麼 你想這件事你就會明白的 糖 就是糖 還有朱古力 還有零食 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有些父母來跟我聊的時候 他自己心疼的 但是他繼續給紅色可樂 還有在給朱古力糖給自己的兒女吃的時候 我只會說 我告訴你 你靠開了 你怎麼會做這樣的事 你要明白這件事對小孩子來說 會變成了什麼 會變成了他的獎勵機制 你明白嗎? 這個才是真正最嚴重的地方 是獎勵機制 就是當你將來一輩子 二十幾 三十幾 四十幾 五十幾 當你覺得 我很辛苦的時候 我要獎勵自己的時候 那你會做什麼呢? 就是糖 你未必是你的腦想起我要做這件事 是你的身體這個時候 這個circuit 我們叫做是一個短路 它形成了一個網絡了 自己 就是 我很辛苦 我需要獎勵 我需要回歸我自己 我要獎賞的時候 想吃甜的東西 你解釋不了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想吃甜的東西? 小時候你哭的時候 你不開心的時候 媽媽給你什麼? 糖 就說了 哄你就是買雪糕給你吃 給糖 給朱古力給你 是不是? 就是這樣 還有 這個是一個機制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comfort food 我老實說 我從來沒有說想吃魚蛋粉這件事 我沒有的 為什麼? 因為我爸爸媽媽都不是潮州人 我小時候沒有吃魚蛋粉這家東西 你明白嗎? 但是 外國人 外國人家庭 你看看他們 長大了 都會突然想吃 有一個忍彈出來 想吃什麼呢? Mac and Cheese 就是通芯粉芝士 尤其是美國的 Mac and Cheese 好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小時候一家人 無憂無慮的時候 你小時候是最沒有壓力的嘛 你小鬼供樓啊 是不是? 你小鬼供保險啊 供車啊 出糧啊 你不用做那些東西的嘛 在你人生裡面最舒服 最沒有壓力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就是在吃這件事 所以當你很大壓力的時候呢 你就會想去吃這件事 是你的身體形成了這個circuit 形成了這個短路系統 是的 所以你會想吃雪糕 難道你的身體需要雪糕嗎? 不會的 是不是? 難道你的身體需要Mac and Cheese嗎? 不會有這件事的 是因為情緒 當你需要掌上 當你需要沒有壓力這個狀態的時候 就去這個 去這個circuit那裡 重新啟動過 我要吃這件事 去complete circuit 所以我希望你們明白 是的 Comfort food Hello Allen Nice to see you 這個就是你的身體 形成了這個短路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就分享我另一個例子給大家聽 就是17年的時候 我幫一位瑜伽老師做concentration 就是面談了 我的健康管理 他說為什麼我受不了 我是一個瑜伽老師 跟著他每天做很多瑜伽 當然是嗎? 他自己又要練習 上課之前 因為你自己還沒拉鬆 你怎麼上課示範給學生看 跟著他每天又要教課 他給我看他吃的東西 因為全部是對的 真的是 沙文魚啊 草治肥牛啊 椰子牛啊 橄欖油啊 牛油果 他完全沒有偷吃 但是他跟我說 我忘記了那時候四五個月 或者半年 他說他一滴都沒有手過 那時候我已經跟他說 我說這個不是物理層面的 不是你吃的東西不對 那時候我還沒讀催眠 已經是17年了 那我跟他說 你找催眠治療師幫你 你裡面有一些 擱了的 困住在裡面的情緒 還沒解決到 好了 你去處理了這件事 然後他之後跟我說 他之後是誰呢 大家如果有上來做我們瑜伽麥倫瑜伽 你會見過她是Carol老師 她就做完催眠之後 那時候不是我做 她是找人幫她做的 之後她就砰砰聲手 收得很快 知道你為什麼嗎 因為你擔憂的情緒 是你胃經負責的 胃就是屁 所以如果你一生人以來 你的擔憂 焦慮 那種的情緒沒有釋放的話 其實它一直困在你的胃經和脾經裡面 那你的胃經和脾經就沒有位置 就沒有位置去處理這一種代謝 它沒有力去處理 譬如你的胃功能差 消化功能差 其實這個人 實不離苟的 是經常都很擔心的 擔心的工作 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不覺得職場的人 即是上班 職場的人 是特別多人胃痛的嗎 就是季節有一瓶什麼胃鮮瘦 什麼止痛藥 胃藥那些 有這些東西 為什麼呢 能量系統就跟你說 因為太陽能 就是我們的胃那個位置 是我們的權力 我們的內在的太陽 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力量來源 那你上班就是你擠我的能量 我擠你的能量 然後我想做低你 你又想做低我 在一個競技場的 互相撕殺的 那誰處於下風 那當然是你阿姐的上風 你是下風 那下風就是胃痛 因為你的能量 虧了嘛 就是這麼簡單 你將來如果你有一個大的 presentation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胃痛的 胃抽筋的了 我這輩子胃抽筋 搶抽筋呢 就是我以前做品牌公關的年代 之後沒有曾經吃過 沒有的 OK 我怎麼有三餐不定時啊 我怎麼亂吃東西啊 我整隻牛都吃到的 我告訴你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胃口 我的胃口是很害怕的 我和四個人一起吃飯 兩男兩女 我吃贏了大家的 大家已經停了 然後我就繼續在那裡撿著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你停了手 飽了 他說不是吧 你這麼快停的 我超級恐怖的 那又是 那怎麼辦 我沒有胃痛 我沒有胃痛 那些什麼 三餐要定時啊 然後小吃多餐啊 我拜託你給我一休息吧 這些東西都是浪費的 可以嗎 所以就是說 你要明白 第一 做父母的 聽著 我很認真跟你說 你不要這樣害你的兒女 不要他乖 帶他去吃糖 買糖 買朱古力 買冰糖給他吃 No 冰糖自己做 Wipping cream 加你喜歡羅漢果糖 Stevia 加玉尼拉油 加 你喜歡加什麼都不管你了 總之你加些東西 小孩子小小糖的問題不大 說真的 但是 自己做給他 行不行 然後你獎勵他吃什麼 你不是獎勵 我媽媽帶你去吃吞拿魚腩 好嗎 媽媽帶你去吃和牛 媽媽帶你去吃 打火鍋 那樣 你給我一個掌賞機制 不要是糖 麻煩你 因為這個真的害他一輩子 你想想他一輩子 就要和這個機制去對抗 那樣是很慘的 你記住 0至6歲是底輪的時代 底輪是你人生的根基 就是你整棟大廈是豆腐渣 還是可以扼納幾百年不到 就是看你的根基 一個人的根基就是小朋友的那6年 就是由媽媽陀著 到6歲 7歲之前 就是你的底輪 如果你在7歲之前 包括媽媽陀著的期間 是受很多恐懼 媽媽經常都說不要你 然後好像今天看到那個警察 不斷打個兒子 說他垃圾的話 其實很慘 因為小孩子的創傷很厲害 我是過來人 我知道 OK 所以不要再用糖 作為一個掌賞機制 第二件事 在家裡吃的東西 都不要是 你明白嗎 是澱粉 就是整家人 大家在吃焗豬扒飯 在吃公仔麵 因為當你將來 很大的壓力 你的身體需要減壓 他就彈回去這個沒有壓力的畫面 那他在吃的是什麼 那他那時候 壓力大的時候 就會想吃這東西 OK 這個就是大家要明白 為什麼 我們這麼難解糖 這麼難解澱粉的原因 因為當初 有一個很強烈的心理原因 在裡面 OK 那好吧 所以當Carol老師 走去被催眠治療師 做完催眠之後 他釋放了他裡面那種 積壓的焦慮 擔憂 這一種的情緒之後 就棒棒聲受了 不是說 你一定要做這件事 你可以不做這件事 那剛才有一個人 問我 先說 OK Hugo 我想再進回生酮 沒有了動力 有什麼解救 你的太陽輪是什麼環境 太陽輪是動力 最近很多人都是這樣 整個香港 一向太陽輪都弱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 你從小到大 亞洲人社會 婦媽媽和爸爸 總統都會跟你說 對Jeful 你要 за情醉 些人 台詞 不要讚啊 讚他會壞的 一路打壓你的自信心 一路打壓你 然後要你覺得自己不行啊 不行啊 那裡面的火 從小到大 它想著的 它本來著的 讓爸爸媽媽淋色了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好像我和姐姐布丁的奇葩 你以為我媽媽從小到大是讚我嗎? 不是的 喪彩的 我和我幾個朋友說 我們一起去上課 我和你講 我30歲之前 我都是一條鵪鶲來的 我都是一群人出來 我就坐在那裡不出聲 一整晚不出聲 為什麼? 因為我害怕 我害怕我講出來的東西 大家不合聽 會不喜歡我 我都經歷過那個階段的 就是被人壓制 擔心 結果不出聲就喉嚨塞了 所以我就解釋 為什麼我20多歲的時候 我甲狀才有問題 因為我不講的 我不講的 因為我怕的 那我連底輪都弱的 你知道我以前 我連打麻雀 打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 我都要抱著那個手袋 我不是在開洋的地方打 是麻雀房的 只有我們四個人的 我不是怕他們偷東西的 我裡面不是很多錢的 但是我要放一個袋子在我大腿裡 這樣打麻雀 每個人都看著我都辛苦 但是我不能拿開 我拿開了 我不自在 為什麼?我沒有安全感 為什麼會這樣? 媽媽 真的的 所以各位 我跟姐姐寶貝經常說 生孩子要考牌 我絕對支持這件事 好了 我跟他算是奇葩 因為我們兩個的基因裡面 可能多少有些叛逆 所以就是 那些打壓 黑衣女 黑衣仔 不要讚了 讚了他就囂張的了 讚就壞的了 不可以讚的 是的 如果是這樣說的 如果那個小朋友不像我跟姐姐寶貝這麼奇葩 這麼叛逆的話 這樣就一輩子了 那個火關了就關了 日本有一個作家說過的 他說很多人是30歲的時候已經死了 但是80歲的時候才落狀 我第一下我還沒明白 我再想了一下我終於明白 其實很多人他太陽倫那個火 是去到30歲的 真的 因為為什麼 你本來可能 可能日本人都很愛的家 那些爸爸媽媽都很愛的 然後在學校裡面的問題就是 日本人才會罵 出來做事更加被人省得 令令令令令 然後你知道日本那些社長 你的上級那種層壓 那種壓力 就把你的火就這樣淋了 就把你關掉了 關掉了 關掉了 熄不回了 一般人都不知道什麼叫墨倫 怎樣去著 什麼叫內在的火 為什麼有些人會是 為什麼有些人會是 啊 我知道 我知道心同很好 微心倫 這個老 他了解到的 他了解思考到 他知道數據支持生同很好 他知道對他的身體好 OK 但是呢 他自己 他都說服了 說服了 語言 說服了自己 OK 他自己內心都掙扎完了 很想生同 但是呢 生不到 因為一落到太陽輪那裡 火元素沒有了 OK 好了 沒有火元素的人會怎樣 你的太陽輪關掉的人會怎樣 就是 你沒有動力 你沒有激情 你這個人被人罵 基本上你都不耽誤得很久 這些人連耽誤都不會耽誤的 然後很多人 包括你寶丁的媽媽 就會說 嗯 我看到那些 有修行的人呢 就是 平淡如水 看破紅塵 喂 Sorry 這位師奶 你誤會了 為什麼這個人呢 會是看破紅塵 會這麼平靜呢 不是因為他壓止自己 是因為他經歷過了 明白嗎 他是已經 以前 氣過 激氣過 什麼都經歷過了 到最後 他明白 這個只是人生的一場體驗 所以那時候 你就已經 不再被人困住了 我不是說 我經歷過我二十幾歲 身體健康很差 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我吃災 坦白說 OK 另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我是一個奧春 是啊 我出來都說 大家 在說話 我明明腦裡面有很多想法 我想搏那個人 或者我想一些很賤的東西 但是我不敢說出來 為什麼 台灣我說 行見 為什麼行見 很拘謹 很自我約束 出於什麼 出於人家不接受 怕人家不接受自己 沒有安全感 所以抱著那個袋子 為什麼一個人沒有安全感 會買東西 好像我以前會抱著那個袋子 因為 底論和物質有關 你就是抱著那些東西 是啊 你明白嗎 OK 所以 當你發覺你的人生 沒有了那團火 你會不會覺得我沒有了那團火 不會 你看看台灣鍾明軒 他會沒有那團火 不會 你看看 你看看我和他的分別 是同樣的能力 如果你見過我們 我沒有見過他本人 但是如果你見過我本人 我跟你談完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我個人是 沒有力 很陰柔 不會的 我是火元素 因為我是太陽能主導 所以我是火的元素 OK 那你和我談完之後 你會發覺 可能你會覺得 精神了 這個人很有火氣的 你明白嗎 有些人你和他聊天當然是這樣的 你覺得他很有火氣的 但是有些人 你和他聊天之後 你覺得很累 其實你那天明明不累的 但是你見過他之後 你覺得很累 其實科學已經證實了 人是會吸引人的能量的 我只不過還沒講到這一部分 OK 我下一集再講 就是proven的 這個東西 人是會吸收其他人的能量 正如我們都講過 兩棵植物放在那裡 一棵就不斷地稱讚他 哎呀你很好 你好美 我多謝你在這美化環境 我們很感激你的存在 另一棵就天天都在罵他 嘩你不死都沒用了 垃圾 喂 鬼想你在那裡嗎 不如放一棵假的好過 OK 兩棵 本來來的時候是一樣大小的 就是全部他們控制的了 就是同一天 扔的種子下去 撕一樣的肥 水份 所有東西 環境是一樣的 但是兩棵 結果是截然不同 為什麼呢 OK 為什麼就是因為 其實 那個能量的分別 小孩子 你想做小朋友 OK 除了給他糖 吃這種東西 糟糕 還有他想回自己人生 最無憂無慮的就是 在吃焗豬扒飯 魚蛋粉 還有 筆緊飯 這個回憶之外 其實 父母那些 垃圾 黑衣仔 黑衣女 你沒什麼用的 這些說話 就是臨色的火 所以日本那個作家 他那句就說 很多人30歲已經死了 80歲才落狀 其實是說得非常之好 我和姊李寶甸 是自己救回自己的火 我以前不是這樣的 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搭地鐵 我給人非禮 我不敢出聲的 我的工人姐姐 在旁邊看著 她都沒有出聲的 你試試今時今日 你試試走過來非禮我 我包你一串沒有了 OK 這個是怎麼樣 因為我 這個是我的經歷 這個是我要經歷的事情 所以我和大家說 你現在人生裡面 所有的經歷 其實是最好的安排 我知道這件事 聽起來好 你會覺得反眼 什麼叫做最好的 什麼叫做所有的安排 都是最好的安排 九五答八 我覺得我應該是世界首富 我應該是亞太 我應該是不用做 這樣 不是你的preference 是什麼 而是為什麼你要經歷 你要經歷的事情 OK 你經歷的那些事情 一定有你的原因 為什麼我要經歷我爸爸病 我媽媽病 接著他們聽了醫生說 吃藥很乖 但之後呢 我爸爸吃了三四十年 降膽护醇藥 血壓藥 但是跟著我跟她說 爸爸不如你試一下 什麼啊 試一下地中海飲食法 那地中海飲食法 那是怎樣的 我說橄欖油吧 我那時候什麼都還沒讀 OK 這樣就收線了 我爸爸在泰國 我在香港 怎麼知道 過半月之後 我爸爸打你有一天 很少打電話 通常都是message 嘩 你為什麼不早點跟我說 我早點說什麼 橄欖油 我又怎麼了 我剛剛做完body check回來 所有指數正常回來了 這樣 接著我說 我都不知道的 膽粗粗試一下 我都沒想過你試 接著我說 那你怎麼試 我每天睡醒就喝兩瓶 喝兩瓶橄欖油 然後我就說 爸爸你真是蠢 為什麼你不加上湯 加上沙律 你真是可以當喝咳水那樣喝 但是你不要管 他每天這樣喝兩瓶橄欖油 之後血壓正常回 所謂的膽固醇正常回 OK 你猜不是因為我爸爸 熬了幾十年吃 降膽抗醇藥 降血壓藥 作為他女兒不忍心 看見他這樣 然後剛好又看到一份 新聞報道 接著我又好奇跟我爸爸說 我爸爸又肯乖 聽我說 接著他嘗嘗他很疼我 OK 而發生了這件這麼奇怪的事 鑑欖油會令到一個人去戒藥 為什麼呢 就是不用吃藥的 OK 不是我叫我爸爸不吃藥的 是因為那些指數全部正常回復 而他不用吃的 OK 然後你猜我會開始研究 為什麼脂肪對身體有這麼大的好處 既然橄欖油做到這件事 牛油可以嗎 紅粥的油可以嗎 椰子油可以嗎 你猜我怎麼開始生酮的 就是因為我試過 我試過不吃藥的 他肥了一隻豬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從小到大被人教的 我們這次學底部 是要吃粥粉麵飯的 對不對 上面油脂要給最少 雞皮要撕掉它 豬不要吃肥 什麼都不要吃肥的 為什麼我們喜歡吃和牛呢 為什麼我們喜歡吃這個 那個吞拿魚腩呢 尤其是燒肉的那些很好吃 為什麼 我剛才告訴你 你想像一下 如果個個都吃吞拿魚腩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整條吞拿魚的瘦肉 哪個赤身 紅色的那些 哪個買 當然要說服到你們 相信脂肪不好 吃意粉什麼問題 你這個問題 你都可以問我的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問這個問題 要找人回答他 OK 當然不行 好不行 OK 就是我要經歷這些事情 是有原因的 我經歷過depression 我經歷過焦慮症 接著我經歷過我二十幾歲 要什麼沒有什麼 全部經歷過了 接著我經歷過被人冤枉 你明白嗎 所有這些事情 我今時今日我才明白 Everything happened for a reason 如果我套用佛家一個說法 說大家不是佛教的 不要緊要聽concept的 OK 先不要排斥 就是 冤親債主 我早兩天才跟我的朋友說 那個女士五十幾歲 我跟她說 她是學佛的 我說 冤親債主 佛家說冤親債主 其實冤親債主都是佛菩薩化驗的 而到最後佛菩薩都是我們自己化驗的 你們喜歡叫神也好 上帝也好 天主也好 耶穂華 阿拉真神 佛陀 還有什麼 還有太宗魯君 doesn't matter 甚至現在new age 那些叫做the universe 就是宇宙 或者是the highest power all there is 不緊要 我說其實是什麼 就是高我 什麼叫高我 就是很高的我 高我 什麼叫高我 就是 億萬年之後的你 一個已經不阻業的你 明白嗎 她看著你現在走的路 你這個傻豬 你這個小寶寶 你還在掙扎著 你還在苦海裡面 在痛苦著 糾纏著 她很想幫你的 你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不同的宗教 橫跨這麼多的文化 和不同的文明 都感覺到有個神聖的存在 其實這個神聖的存在 就是高我 每個人都有個高我的 OK 每個人都有一個 一億年之後搞定了不阻業的自己 都有的 但是有些人感覺到他的存在 有些人感覺不到他的存在 感覺不到他的存在 那些人 就是無神論者 OK 感覺到那些人 看你的宗教取態 如果你生存 生活那個地方 掌納那個地方 是基督文明的 那他就變了天主 變了神 變了上帝 OK 如果是 可能亞洲地區 就變了佛菩薩 明白嗎 而如果你是 你是殺滿的 那你就會說他是叫做 Universe New Age 叫做Universe 高我 Higher Self 我們需要經歷的 我們是要經歷的 I'm sorry There's no way out 你想著你看這個師傅 師傅幫你擺一個陣子 你就可以避開了 不用經歷的 I tell you This is not gonna happen 不會的 不會發生的 OK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聽 有 好不好 好了 就是 我去年 比如說流年這樣算 師傅就說 你今年 頭過五個月的財運都很差 我心想 兩個字 什麼街難難 什麼街難 接著我說 有什麼可以做的 這個人是一個道家的高人 他說沒有的 你什麼都不用做 那你當然 糟了 我不是捱不過的 他就說 你放心 你會捱得過的 窮一下窮一下 的確是一個 現在十月了 我真的窮一下窮一下 又差不多捱過了 但是 很多人真的捱不過了 這個時勢 這個疫情 是不是 還要知道 香港抗爭活動 令到很多人生意 而且是受損的 OK Hello Sabrina Chen 繼續 但是 現在回想一下 又過了 你想回你的人生 有什麼事情 是過不去的 It all happened and it's all gone 發生了 過了去的了 所有事情 都是一場經歷來的 它要你感受 好了 這個時候 感受你做什麼 大家都實用主意 感受你做什麼 如果你的頂輪 各位這裡 頂輪 如果中醫說 就是你的百會月 如果你的頂輪夠開的話 你就會感受到神的存在 更多的智慧的存在 你可能就會明白 為什麼你要感受這些事情 你不會當時明白的 你是之後 你感受完了之後 你會明白的 如果你的頂輪夠開的話 如果你的頂輪是不存在的話 其實有的 只不過可能很低分 可能20分 就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 我人生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要經歷 就是這樣 OK 所以我們就說 Higher self是怎麼一回事 高我就是 它看著你 它帶著你走 就好像 聖經故事裡面 不是聖經故事 但是 在基督文明裡面說 在沙灘裡面走 本來是兩個人 兩個竹刃的 之後就變了一個 那個人就去怪責 就跟耶穌說 為什麼剩下我一個 你為什麼扔下我 他說不是的 那個是我背著你的 其實那個是你的高我 一樣的 你的高我 看著你 帶著你 其實它真的沒有眼睛看的 你知道嗎 它就是這樣 但是它不可以 Fast forward 不可以by pass 你的人生每一個經歷 你都是要充分去感受 你不喜歡那個老公嗎 偏偏 給你換完 又換 再第二第三個 都是 同樣 OK 跟著 好了 你上一份工 第一份工 你發覺你阿姐是一個賤人 換了一份工 第二份工 阿姐都是一個賤人 到現在你換了十份工 阿姐都還是賤人 行不行 好了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覺 咦 無限路 大哥 怎樣才知道 你現在無間道 無限輪迴 這樣 什麼一回事呢 有些人 還是在一個受害者模式裡面 覺得全世界都虧欠了自己 這個衰那個衰 全部都是別人衰 如果是這樣 你繼續感受 你繼續經歷 你還未完 這個時候 你找誰都沒有用 你沒有用的 你信我 OK 你也不用過來找我 說我要鎮定運動 阿姐我就安憑樂道 我老實說 我不需要 要有很多錢 我總之 我的貓夠吃 我夠吃就可以了 有些人 有些錢是賺不到的 我希望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所以 如果你過來 你是想著 我一下幫你殺了你所有問題 你以為我會附和你 你人生很慘啊 全部都是壞人 你老公怎麼壞 怎麼壞 兒子怎麼壞 怎麼壞 我不會的 我只會去看 OK 和你一起去看 Through你的高我 其實 為什麼你要經歷這件事 當你發現 無限輪迴 做什麼 為什麼第一份工作 那姐是戰人 到現在第十份工作 那姐都是戰人 為什麼我第一條仔花心 到現在 OK 但是不止N條仔 都還是花心呢 我漏財 坐不到錢的情況 一直如是者 不斷地狂奪 OK 當你發覺 咦 那個問題在我那裡的時候 千亗三製 你不之後 甘菜 下去 你好像偶然 你 Vijay 你竟你願意為你的人生 一個說法的 我和姐姐的布甸兩個時候都引用 就是英文字RESPONSIBILITY OK 好了 什麼叫RESPONSIBILITY呢? 是The ability to respond 我們是人都有The ability to react 就是我們有能力去給反應 譬如你說一句話 我不適合聽 啪聲滾了 這個叫反應 但是你說完一句話 激怒了我 那個怒是自然發生的 那我不會壓抑它的 OK? 但是我會想為什麼我會生氣 還有我給什麼反應給你 我給什麼回應給你 我回答什麼 我說什麼 我到底是一巴掌過來 還是我回答你 還是我當沒聽過 這個是我選擇 經過思考 叫做回應 這個叫RESPOND 不是REACT OK 所以當你成熟了 跟年紀沒有關係 強調 當你成熟了 當你take up responsibility 就是那個 ability to respond的時候 你的人生才會改變 如果到今時今日 你還是告訴我 生不生疼 是因為你老公煮了什麼 你就吃什麼的話呢? 我告訴你 你真的不要生疼 算了 你受救那天你就會生疼了 當你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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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到身體差到糖尿病了 然後已經不行了 可能醫生要鋸一鋸 你還是覺得ok 還在一個狀態裡面 我們俗稱comfort zone comfort zone叫什麼? comfort zone叫做 我不知道 就是類似同溫層的樣子 就是一個保護網 一個安全網 如果你還在那個狀態裏面 你覺得OK 那你就繼續 就是你還沒有感受完 你明白嗎 沒有人能幫到你 不要想著 Miracle Pill 為什麼現在會有這麼多騙人的騙案 這麼多大家希望有個神奇藥丸 我吃了之後我就會瘦了 所以沒有這麼多人減肥 吃減肥 虐死了 包括明珠 舒適圈 thank you 舒適圈 thank you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不想為我的人生負責的 我不想改變我的飲食習慣 我想繼續吃我的豆腐 我想繼續吃乾炒牛河 喝紅色可樂 是的 繼續吃 照樣每日如是這樣過 我也不想做運動 但是我想受 所以我不是相信 我想相信 會有一顆神奇藥丸 我吃了下去我就會瘦了 就是因為這樣的想法 有人死了 OK 這個世界呢 所有東西其實都是一個會力鏢來的 你扔了出去 他才會回來的 你要那個東西 我麻煩你扔那個訊息出去 即是俗稱的跟宇宙下訂單 對不對 你在宇宙下訂單 他會回應你 你相信我 你專注於什麼東西 那樣東西就會成真 你專注於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那你就不斷地收回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你身邊的環境 發生的事就會令你很害怕 很害怕 很害怕 你專注於我會越來越好 你就會越來越好 因為你的震動頻率 我先告訴我 你的能量全部 全部被你的能量 在默論 頻率 那裡都顯示出來的 我不是科學家 不相信 我不要緊 Niklaus-Tesla 好嗎 OK 如果想知道宇宙下訂單的話 你要考慮在濾動、能力和 濾動、能力和第三個我們也都忘記了 OK 等一等 所以就是你要那件事 你focus on那件事 你focus你想要钱 大家都想 如果你focus on 我要钱 不断这样 你的现实就会是我要钱 等于什么 我没有钱 没有钱我要钱 明白我的意思 但如果你focus on 不是我要钱 在那个景象里面 是我过着很舒服的生活 很安乐 衣食无忧 那个才是你要的景象 我发觉我就说 我每天跟那么多人见面 我问很多人 你要什么 你要解决什么 我十个有九个都答不了 或者顾左有意言 他为什么不生痛 因为我老公 他买了那些东西回来 那不吃很浪费的嘛 你老公不找一枪指着你的头 你老公逼你吃 你老公不给你生痛 OK 好了 接着明明有cancer 明明做过cancer consultation cancer care 我们叫做 坐下和他解释了 癌症的代症模式 什么叫做新神代症疗法 接着另类疗法 怎么处理癌病都好 说完一轮之后 我下次再见到他 怎么样 你生痛身上怎么样 我要吃粥水 哎呀呀你知道 不吃呢 哎呀我觉得没力 那份子又不知道吃什么 这个位置我已经停了 我不会再说的了 因为是你的人生来的 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 如果你明知道 癌症疗法的代症 是因为糖 它全靠糖 而你还要给它的话 那割下治理了 正如如果美日交战 你觉得美国国会会不会批缽款 去资助中国买军火打入 打美国 不会嘛 是不是 那你既然和你的癌细胞在开拖 开拳 就是开拳的时候 你会不会 估计军火给癌细胞 给糖去养大它 你不会嘛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现在想说下一个概念就是 你怎样和你的身体相处 好像今天有个案子 W小姐 W小姐和另一个E小姐 她们不是一起过来的 分开两个人不懂的 W小姐今天预计了做声音治疗 她喜欢的 她说她以前曾经过喜欢的 那为什么会喜欢的呢 为什么她睡不着呢 她跳了一步 她的问题是她睡得不一样的 她觉得 是不是睡不着呢 又不是 是不是睡不着呢 又不是 以前是的 现在解决了 见过了 聊过了 解决了 现在睡到了 现在睡得不够长 睡四五个小时就起床了 接着我就说 你睡得累不累 那又不累 那你睡得了有没有全身痛 那又没有 那为什么你觉得一定要睡 要长一点 六七八九十个小时呢 因为我的朋友说 没有理由睡得这么短 我说 你的朋友 那你朋友吃饭你饱不饱呢 如果你肚痛 你的朋友会不会饿呢 其实 每个人身体都不同的 是不是每个人都喝八杯水呢 那如果那个人有心脏衰竭的话 你给一杯水他都死得了 其实 但是如果那个人 忠于说他阴虚的话 他喝八杯水都不够的 那如果跑马拉松那些 是不是也是八杯水呢 明白了 每个人身体不同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觉得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说你要睡多一点 是的 因为没理由睡四五个小时 你就相信他睡四五个小时 那不可以了 你的身体觉得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呢 继续谈谈 很nice的 我想睡的时候 你又不让我睡 我累的时候 你就肯逼我 要继续做事 那到我 都轮到你想睡 我就不让你睡 我玩回你而已 其实很紧张的 我想问在座的各位 将来YouTube听的各位 你什么时候转用过你身体的意愿 没有了 大部分人都没有了 你当你就是你的身体 你下次试一下吧 当你肚痛到想死的时候 整条腸都飞出来的时候 你和你的身体说你就是我 你立刻听我的指令 你立刻停不肚痛 你立刻不肚痛 你立刻不肚痛 是不会的 你试一下现在叫你的心不跳 试一下叫你的肺不吸气 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你不是你的身体 你只不过是你身体的一个过客 我想说好听一点 本来因为我本来的版本更差 你是你身体的囚怒 OK 你是他的 就是你一个监等 对不起 我想到一个更好的形容是 你是你身体的监等 他是一个监瘡 他也是一个肉質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好 你懂得nice对他 他就对你nice 放你出去走久一点才回来 你一生想睡 你又不让他睡 你想睡的时候 他就不让你睡 就是这么简单 OK 还有 你肥了几十年 为什么你肥了几十年 因为你不断地搓糖给他吃 接着他就生气 接着你突然之间洗心革面 你就打算他三天之后 他就会收回给你看 你慢慢熟醉 你熟醉 熟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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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体相信你 是诚心先 你要做些什么 令到他相信你 那你不要三天不熟 又吃个拉麵 不断地破童 你显示你的诚意 是真心痛改前非 你不想像一下 如果你另一半 捉到断症去了滚 OK 他只知道 如果不同的女人 你明白的 断了蓝 刮掉了他的电话 多着你面子打电话 跟着问候他全家 以后不相往来 然後被你查住他 天天跟着你身边 你都不相信他 對不對 你的身体被你玩了幾十年 你給他一些時間 你去捐取他的信任 而且你和你的身體相處 大家聽著 很簡單的 你當他是一個嬰兒子 你當他是一個兩三歲的小孩 真的 真的 你的身體裡面的內在小孩 你就當你的身體 就是一個小孩 就行了 他在流行 我要吃糖 我要吃拉麵 你跟他說 一個月一次好了 知不知道 乖 好像我們有貓 然後 他說 你現在很難睡 但現在媽媽在做事 下午才睡好嗎 今晚我們早點睡 OK 然後他說 我這裡痛 你要捉我 好好好 我一會兒和你愛貓 好嗎 明白嗎 你不能夠十次十次都說 不行 這個時候 抱歉了 這個年輕人會覺得 媽媽很傷 媽媽不愛我 但如果 你十次十次都給他 那個小孩會怎麼樣 會敗家 會壞 所以你和你的身體相處的時候 就是好像媽媽 慈母 OK 跟一個乖兒子一樣 有時候說OK 有時候說不OK 跟他有個對話 你知道嗎 我們做催眠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帶著客人 跟他的身體對話 為什麼你有這個病 為什麼你會不舒服 你和你的器官道歉 你和你的身體道歉 真的 會做這些事情的 另外 有些個案 我剛才說 W小姐 我剛才解釋給她聽說 你玩了你的身體這麼多年 她要睡你 就不讓她睡 到你想睡的時候 她就不讓你睡 是不是 為什麼她想做事 她讓她的聲音治療舒服呢 聲音治療 殺滿 催眠 OK 還有其他事情 這三個 殺滿 催眠 和聲音治療 全部都在講的 意識 講你的腦電波 OK 你的腦電波 一路減慢 去到THETA T-H-E-T-A OK THETA 這個brainwave的時候 就是你的身體修復的時間 所以聲音治療 為什麼 有些人做了之後 覺得確實有神效 最好笑的就是 我每次做的時候 做完之後 大家起床 坐起來 為什麼你下次睡不睡 睡不著 睡不著 我看著你 這樣 但是跟著睡不著 因為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自己也不知道 是啊 你睡一整晚 都未必進入到那個狀態 但是 聲音治療 催眠 和煞悶 就是要進入那個狀態 令到你平時 很壓抑的 那些部分 你得不到答案的部分 浮出來 OK 講一點點意識的東西 當作是一個引子 下一次我就再深入講 如果你要提我 要不然我會忘記 就是我們平時 現在跟你講的東西 這個是我的 OK 顯意識 我的consciousness 顯意識 好了 潛意識聽過 什麼叫潛呢 隱藏 你看不到的 你不知道的 OK 你潛意識裡面收穫了很多東西 靈極限制處理什麼 就是處理你的知識 處理你的潛意識裡面 很多的program 為什麼你看到那個人會喜歡 為什麼你看到那個東西 你會不喜歡 為什麼你對這個東西 有這麼大的反應 你潛意識裡面的program 行不行 講了靈極限制處理這個東西 好了 接著呢 另一種意識是什麼 超意識 超意識 超意識就是高我 就是神意識 好了 這個時候 有什麼東西 還有冥想 對不起 剛剛說漏了 聲音治療 殺滿 催眠 打坐 就是冥想 都是連接我們 不同意識的渠道來的 OK 好了 就講了 平時我們 控制得很好 跟著很有矜持 是不是 明不明白 有些什麼 我們都能控制到 但是發覺那些人 喝了酒之後發生什麼事 哇 睡醒發覺發出了十個訊息給錢 都 我很想念你 我沒有了你 我很愛你 我到現在都沒有忘記你 行不行 OK 有沒有做過這種蠢事 有 或者 或者 你很喜歡那個人 你一直都沒有勇氣向他表白 不知為什麼 你喝了酒 你就會發了訊息 打了給他 甚至更糟糕 OK 你會記不回那個訊息 為什麼呢 因為你喝了酒的情況之下 你的顯意識 走到後面了 坐了乘客位 你的潛意識 去開車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潛意識 很清楚你喜歡誰的 很清楚知道你掛著誰 很清楚知道你真正想要的什麼 他就做了 OK 那所以 為什麼那些人會想喝酒呢 就是因為 其實那個顯意識 已經壓抑得很累了 你明白嗎 我一直壓制著壓制著 我已經很累 這個時候你一放鬆 你的潛意識走出來 那你就會收到 和傳了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一起出去 好了 那超意識是什麼回事呢 透過殺門的方法 透過冥想 去連結你的超意識 就是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人生裡面會有這些 這樣的圖案 不斷地重複的 你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經歷這些東西的 但是呢 你的超意識 就是你的高我是知道的 它看到的 而這一句可能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為什麼古今中外 即使不斷地立法 去禁止什麼大麻 死藤水 各種這一種 天然植物的所謂迷幻藥 還有這麼多人 吹枝藥墓上市 死藤水 我就這麼說 死藤水是古暴落 就是亞馬遜森林裡面的暴落 用的方法來的 殺滿用的方法來的 OK 大麻本身也是 好了 那當然現在不應該 給你們這樣abuse 但是為什麼 我的重點是 為什麼這麼多人 明明立了法明明會拘捕的 都有人去吃這件事 想去試這件事 因為我們有個靈性在這裡 我們想連結我們的超意識 我們想感受超意識 跟我們之間的對話 Conversation with God Conversation with your higher self 你平時不行的 因為你的顯意識 一直就是做事 賺錢 你人要上進 你要積極 你要向上流動 你要拼搏 OK 政府很想我們這樣 教育制度是建制的一部分 父母不自覺 他都成為了一個建制 這個制度之下 這樣去要我們 不斷地做做做做做做 我們麻木了 我們不管了 我們總之就繼續賺錢了 供樓了 三十歲就死了 八十歲才落狀 明白嗎 OK 好了 但是你會發覺 為什麼 不是你 可能是其他人 會有那個期待 想試 為什麼你不透過打座 其實打座 也能連結到你的超意識 因為打座 要自己 投入 你需要自己 坐在那裡 坐定定 你要關電話 你要看聲 你要自己 你要付出努力 但是 喂 喝死涼水 打一聲 你就去了 OK 這個moment 叫什麼 照見真相 就是透過這個植物的守護靈 去帶你去見你的高額 帶你去見 你要認清的事實是什麼 我有一位朋友 成功的投資銀行 投資銀行家 就賺錢賺錢賺錢 而且她的嗜好就是賺錢和賺錢 和儲錢 OK 她喝死糖水的時候 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死亡 她的生命每一分鐘 每一秒 感受到在倒數 我和她一起喝 而我感受到的是什麼 哇 愛啊 充滿愛的環境 OK 原來我們兩個需要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要照見的真相 需要不需要 一定要透過 可謂的迷幻藥 它本身天然那些 其實我不 object的 當然在香港法例的框架下 當然是不合法 但是 你去到可啦 不合法 你去法信聖文不合法 OK 為什麼 這些東西禁止也禁不了 明知知法也禁不了 就是因為你想連結 你想照見真相 你想得到一個答案 明白嗎 那個答案不會是 算命佬告訴你 不會是塔羅牌告訴你 會是你自己去連結你的高昂的時候 去得到一個答案 透過什麼方法連結高昂 你喝死冷水可以 透過大麻 yes and no 未必可以 透過冥想可以 OK 透過連結你的超意識 去得到答案 為什麼你會不斷地 loop那個pattern 為什麼你的人生 會不斷經歷做什麼 那個答案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不斷失眠 為什麼你會不斷遇到渣男 為什麼你會不斷遇到渣男 為什麼你是一個仆街池天 OK 為什麼 你的超意識 你的高昂有答案 你在小昂沒有答案 我的覺悟的過程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 發現高昂 連結高昂 成為高昂 OK 跟成佛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 OK 所以今集就混了一些 這個物理層面 說為什麼不修 再說我們 什麼叫高昂 OK 有什麼問題就留言 有什麼comment 有什麼想聽就留言 下一集什麼時候做呢 就是我會出post的 就是在生童感受那邊出post OK 如果沒有like我們的page 麻煩你like一下它 好嗎 生童感受 生童飲食的童 生童感受 還有公告 接下來我們 小店的開放時間 會是二至日的 因為我們 但是問過了一些客人 這樣 跟著我們自己內部又談完之後 發覺 咦 開禮拜天 而放禮拜一 就會好些的 方便大家多些 所以呢 這個禮拜其實開始的 我們禮拜天會開 但是禮拜一呢 就不開了 OK 好嗎 就是這樣了 拜拜